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作开发和生产业务 整个产业或平台 一直在完善中 另外一件事是一直限制股价走势 就是美国的审核问题 7月的时候都可以 安排了有些人去做一个审核 而且你看到订单 订单相对上 和新的项目的比例 也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1至4月有47个 其实你教去年同期的增长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些生物制药 而业绩相对上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 客人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中国生物制药 其实亦都可以去 不妨去后一下 但仍然是小注 而且可以多分几注去后 你看一下 因为它现在 suppose 其实它是比较强势的股份 其实它又弹回上来 就算甚至去到7月 有些上完之后 有点回调下来 它那个幅度 不是叫做十分之深 你近几天 其实也会弹回上来 初步看它 如果在现水瓶抠下它的话 你短线 真的不想着它 純粹想着它 因为短期它做一个操作 你等它 怎样呢 你升穿了 这个挖住80元的时候 你才追进去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只 是可以在现水瓶 甚至乎在六十多元 这些位置 是进行收集的 看看那些策略怎么复杂 如果你真的打算去做一个 短期 看看那些生物科技股 会不会冲上去 和大肆 大肆整固完之后 其实会不会有机会向上突破呢 如果向上突破的话 因为它也是一只蓝丑 有机会跟着它 大肆去走的时候 它都可以受惠的 其中一元可以拉清我的股指 要是等它升过80元才追 然后试一试高位 可以去到90元至90元以上 应该有机会 向下的话 是一个中长线打算去 部署的策略 最后宁愿等它70多元 和60多元这些位置 慢慢去收集它 还可以用这两个方式去做一个部署 看下你本身打算去剪去买这种药林生物 我觉得短线的话 可以有空间 但未必需要它现在出手 中长线的话 都可以等下 因为我觉得值得去摆入它的产品 不过因为它短期进行突破 而大肆都是比较黏一点的情况之下 有机会可以低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低一点去后低去吸纳 放到仓上 未来的回复才会有机会做得好一点 中长线我都可以 我看它应该可以站回上100元楼上 但要看下何时 和大肆气氛都要相对上配合